一直以例,IP國際文憤課程帶給家長和學生的印象都是以寫作為主的課程 相比於英國的GCEA-Level,美國的AP課程來說,IPDP的寫作數量多了很多 這樣的話,在學制的課程設計上,為何IP會被人有這樣的印象呢? 以下就會從IPDP的每個學制組別講起,為大家分享這個學制的寫作要求 問題1,語言學科LANGUAGE A對學生有甚麼要求? 在IP的課程設計當中,學生需要在學科組別1,語言和文學研究 和學科組別2,語言集德當中選擇不同的語言 前者一般都是學生的母語,而後者則需要選擇一項第二語言來研讀 講到學習不同的語言,又怎會少得文字的應用呢? 在IP組別1和組別2的語言學科設計上,學生同樣需要進行大量的論文寫作 以就讀英國文學English Age Literature為例,學生需要應對兩份以寫作為主的試卷 至於選讀高級程度的學生,則需要提交一份高級課程文章 而文章必須在1200至1500字內完成 問題2,個人及社會學科組別又對於學生有甚麼寫作要求? 在IP的學科組別3,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即個人與社會當中 包含的學科就有心理學,歷史,地理,經濟等等的科目 同樣都是要求學生具備寫作的能力,以表達自己的論述 舉個例子來說,歷史學科,學生需要撰寫以2200字為限的校內評核論文 Internal Assessment 同時更加要應對公開試場上寫文的挑戰 再舉個例子,經濟科公開試的試卷1,就是一份以寫作為主的試卷 而試卷2同樣要求學生撰寫一篇長文去解答問題 同時,經濟科的IA,都是三份要求學生以文字就經濟時事題目 表達自己意見的評論短文,上限為每題百八字 問題3,實驗科學如何透過文字考核學生? IP的第4組別為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s 當中包括物理,化學,生物,以及環境系統和社會等學科 這些學科儘管是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 但在IP的世界中,學生同樣需要寫作IA論文 相對於英國GCA和美國AP學制中的科學科 IP要求學生寫作在實驗科學中,撰寫以一篇12頁為上限的文章 要求是三個學制中最高的 問題4,數學類的科目是否不切論文寫作? 相信看到這裡,不少讀者都會認為 以運算和邏輯思維為主的數學科,你應不需要以論文作表述,然而 IP的課程當中,有一項名為數學探究文章 Mathematics Exploration Paper的IA作業 學生需要撰寫12到20頁的內容,表達自己對數學理論的見解 問題5,在學科以外,IP還有沒有其他寫作元素? 想問提及到,IP課程當中的五個學科組別中 全部要求學生進行大量寫作 其程度早已大大超越了GCA Level和AP兩個比較常見的課程 然而,IP的寫作範圍其實不至於此 學生的必修部分還有一篇名為延伸論文 Extended Essay,以4000字為上限的文章 另外亦需要提交一篇1600字的知識理論文章 Theory of Knowledge 同樣是要完成整個課程必須提交的部分 相對之下,即使英國GCA Level的課程設計當中設有EPQ元素 要求學生贊寫以5,000字為上限的文章 而美國AP課程亦有一門不切字數限制的研究課程 但兩個項目同樣僅作為學生的選修部分 並非如IP一樣,在整個課程設計當中設有大量必修的寫作元素 可以見到IP在一項寫作為主導的課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